微软本周将在其视频游戏部门裁员1900人 约占该部门总数约2.2万名员工的8% 虽然本次主要裁员在动势暴雪 但一些Xbox和Zenimax员工也将受到影响 在英美监管机构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斗争之后 微软于去年10月完成了以687亿美元收购动势暴雪的交易 动势暴雪前首席执行官Bobby Kotick于去年12月底辞职 微软没有任命直接继任者 现在动势暴雪高管直接向微软的游戏内容和工作室总裁Matt Booty汇报 而在几个月前Xbox领导层也发生了重大变动 微软上一次宣布大规模裁员是在一年前 影响了1万名员工 该公司将于下周公布财报 其中将首次包括收购动势暴雪的影响 居住在洛杉矶 维斯特切斯特和普拉亚维斯塔的民众 近期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除了上周末发生的50起汽车入室盗窃案之外 三个月内还发生了75起住宅入室盗窃案 数十名居民近日参加了社区会议 公开讲述这些犯罪 在会议上洛杉矶警方证实 从去年10月到12月 该地区共发生了91起入室盗窃案 其中75起发生在居民家中 居民们分享的几段家庭监控视频显示 小偷袭击了整个社区的房屋 更有当地居民在家时已经两次遭到袭击 不仅如此 在1月20日夜间6小时内 51辆汽车被盗 1月24日 阿根廷的各大工会举行了历时12小时的全国性大罢工 阿根廷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新总统上任不到7周 就发动大规模罢工的先例 米莱上任后 推出一系列旨在挽救经济的休克疗法改革措施 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 新政包括将政府部门由18个减少至9个 降低政府对能源和交通的补贴 停止新建公共工程招标等 组织方称全国共有50万人参加抗议活动 其中有10万警察系统人员和4万政府工作人员 阿根廷最大航司阿根廷航空取消了295架次航班 约2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除罢工外 抗议活动还包括在国会大厦前的示威游行阿根廷最大工会的领导人表示 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反映出人们的紧迫感 因为米莱正在推行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正在摧毁普通人的生活 此外 米莱的改革在国会搁浅并未达成共识 米莱政府已删除了140余条改革内容 1月25日 中国和新加坡在北京签署相关协定 协定将于2024年2月9日正式生效 届时 双方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从事旅游 探亲 商务等私人事务停留不超过30日 至此 东南亚黄金旅游线路新马泰三个国家已全部对中国游客免签 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春节假期 新加坡也是中国游客重要的出境游目的地 消息公布后10分钟 新加坡相关旅游产品热度环比增长超30% 并有持续走高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